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烘焙艺术空间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香草拿破仑层叠,酥脆与奶油的交响 二,焦糖马奇朵杯子蛋糕,咖啡爱好者的甜点 三,抹茶红豆千层饼,和风甜点的细腻之作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香草拿破仑层叠,酥脆与奶油的交响 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来探讨这个美食界的皇帝 香草拿破仑层叠,Melfi,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千层酥 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十八世纪的法国 一个充满了精致甜点和华丽服饰的时代 在那个时候,拿破仑还只是个小小的军校学生 而千层酥已经在法国的糕点店里大放一彩了 这个甜点的名字,Melfi字面意思是千片叶子 形容的是它那层层叠叠,薄如纸片的酥皮 不过,让我们诚实一点 实际上你在一块标准的千层酥中找到一千层酥皮的可能性 大概和拿破仑在滑铁路战役中赢得胜利的可能性一样渺茫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个甜点的结构 千层酥就像是美食界的交响乐 每一层都是精心编排的乐章 最底下的是一层酥脆的酥皮 它的任务就像是交响乐中的低音提琴 为整个甜点打下坚实的基础 接着是香滑的香草奶油 它的角色可以比作是咸乐器,温柔地拉动着你的味蕾 然后,又是一层酥皮,再一层奶油,层层叠加 直到最顶层的酥皮,通常还会撒上一层糖粉 或者是覆盖一层光滑的糖霜 就像是交响乐中的高潮部分,让整个作品华丽的收尾 但是,千层酥的制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它需要高点师傅的高超技艺和无比的耐心 想象一下,你得一层一层的叠加薄酥皮 每一层都要涂抹均匀的奶油 然后小心翼翼的烘烤 以确保每一层都达到完美的金黄色 这个过程就像是在进行一场精细的手术,稍有不慎 整个甜点就可能崩塌 而吃千层酥也是一枚艺术 你得优雅地用叉子切下一小块 然后小心翼翼地送入口中 尽量避免那些酥脆的层层酥皮在你的嘴边爆炸开来 当然,不管怎样小心 你的脸上和衣服上总会不可避免地沾上一些糖粉 但这也是享受千层酥的一部分乐趣 总之,香草拿破仑层叠是一种既考验糕点师傅记忆 又考验食客餐桌礼仪的甜点 更是一种文化的体现,一种历史的传承 以及一种对美味的无尽追求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焦糖马其朵杯子蛋糕,咖啡爱好者的甜点 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既专业又不识幽默的方式 来谈谈这个让咖啡爱好者们心跳加速的甜点 焦糖马其朵杯子蛋糕 首先,让我们来一点历史背景 焦糖马其朵,这个听起来就让人垂涎三尺的名字 源自意大利的经典咖啡饮品,马其朵 马其朵是由浓缩咖啡加上一层奶泡组成的 而焦糖马其朵,则是在此基础上 增添了一抹焦糖的甜蜜 这种饮品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 尤其是在某些绿色标志的连锁咖啡店中 它几乎成了一种文化象征 现在,让我们把这种咖啡文化的精髓转化为一种甜点 焦糖马其朵杯子蛋糕 这个杯子蛋糕是如何成为咖啡爱好者的甜点 梦想成真的呢 首先,它的基底是由带有浓郁咖啡香的蛋糕组成 这就像是在品尝一杯完美的浓缩咖啡 然后,蛋糕上面会覆盖一层轻盈的奶油霜 这代表了马其朵中的奶泡 最后,为了完美复刻焦糖马其朵的经典味道 我们在奶油霜上淋上一层焦糖酱 这样一来,每一口都有着咖啡,奶油和焦糖的层次感 但是,这个杯子蛋糕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享受 它还是一种视觉艺术 想象一下,焦糖在奶油霜上缓缓流淌 形成一种令人着迷的图案 就像是一位艺术家在画布上挥洒色彩 每一个杯子蛋糕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等待着被欣赏和品尝 而且,不要忘了 焦糖马其朵杯子蛋糕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特点 它能够在任何时候唤醒你的精神 无论是在慵懒的下午 还是在需要加班的夜晚 它都能像一杯湿打湿的咖啡一样 给你带来一股温暖的能量 总之,焦糖马其朵杯子蛋糕不仅仅是一种甜点 它是咖啡文化的一次创新演绎 是对经典的一种甜蜜致敬 也是对味蕾的一次奇妙冒险 下次当你看到这个杯子蛋糕时 不妨想象一下 你是在品尝一段跨越时空的美味历史 而这个小小的杯子蛋糕就是你的时光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抹茶红豆千层饼 和风甜点的细腻之作 各位同好 今日咱们就来聊一聊那源自日本 却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绿色旋风的甜点 抹茶红豆千层饼 这不仅仅是一道甜点 它简直是和风文化的一次细腻的味蕾演绎 首先,让我们从抹茶说起 抹茶,这个听起来就让人心旷神医的名字 源自于日本的一种绿茶粉末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 当时的中国禅僧将其带到日本 而后日本人将其艺术化 仪式化 发展成了一种独特的茶道文化 抹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 它更是一种精心,修身的方式 而今,它已经跨越了茶道的界线 成为了烘焙界的虫 再来说说红豆 这个在东亚甜点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小家伙 红豆,又名相思豆 据说是因为它那苛刻圆润的豆里 有如相思的泪滴 在日本,红豆和抹茶的搭配 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它们就像是一对历经沧桑的老夫妻 虽然各有脾气 但搭配起来却又那么天衣无缝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千层饼 千层饼,顾名思义 是由数百层薄饼交替堆叠而成的 每一层都薄如铲翼 轻盈地仿佛一口就能吹散 这种烘焙记忆的精妙之处 在于对层次的把控 每一层都要掐到好处 既不能太厚,以免口感过重 也不能太薄,以免破坏结构 当抹茶遇上红豆 在融入千层饼的精致之中 这道抹茶红豆千层饼便应运而生 它不仅仅是一道甜点 更是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 每一口都能感受到抹茶的清新 与红豆的甜蜜 以及千层饼那层层叠叠的细腻口感 有趣的是 这道甜点在制作过程中也颇有产意 制作千层饼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精准的手法 每一层都要涂抹均匀 每一次烘焙都要恰到好处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日本茶道中的一期一会 每一次的制作都是独一无二的 每一次的品尝也都是不可复制的体验 总之抹茶红豆千层饼不仅仅是一道甜点 它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适合丰田点中的一份细腻制作 下次品尝时 不妨细细体会其中的文化底蕴和制作工艺 相信你会有更多的感悟 毕竟这不只是填饱肚子的事 这是一场味蕾上的文化之旅啊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三道美味的甜点 香草拿破仑层叠 焦糖马奇朵杯子蛋糕和抹茶红豆千层饼 这些甜点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食物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每一道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香草拿破仑层叠》是法国糕点中的经典制作 它的金黄酥皮与香滑奶油的交织 让人回味无穷 制作过程需要高超的记忆和耐心 而品尝时则需要优雅的餐桌礼仪 它既是一种食物 又是一种文化的体现 一种对美味的追求 焦糖马奇朵杯子蛋糕 则是咖啡爱好者的甜点梦想成真 它以浓缩咖啡和奶油霜为基底 再加上焦糖酱的点缀 完美复刻了焦糖马奇朵的味道 这个杯子蛋糕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享受 更是一种视觉艺术 每一个杯子蛋糕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抹茶红豆千层饼是来自日本的细腻制作 它将抹茶和红豆的经典组合 融入千层饼的口感中 这道甜点不仅仅是一种味蕾上的享受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制作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精准的手法 每一次的制作都是独一无二的体验 以上就是我对这三道甜点的深入分析和观点分享 我认为 美食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事情 它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一种让人回味无穷的艺术 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去探索其中的故事和意义 让我们的味蕾与文化共舞 现在我邀请大家一起加入讨论 分享你们对这些甜点的想法和疑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